这么多年你就调整不了他 他就这样了是吧 他年轻的时候是很苗条的一个人 后来发展成这样了 就没法管了 没法管了 不是他年轻的时候苗条吗 太苗条了 长发飘飘啊 大瓦巴口啊 身材啊 你想他演一个太监 太监是一个又富贵又妖娆 演这么一个 他呀 当年在舞台上没人能认出是谁 我想不出来他能演太监 哎呦 你想不出来呢 没法管你想象力太差 不是 你给我们瞬间来一下 你认为你的表演的太监 应该是什么样子 哎呦 我的眼神 很到位 步骤很到位 哎呀 你看那感情 哎呀 不见当年吧 太厉害了 哎呦我的天呐 这个我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第一次采访李奇老师的时候 我才知道 他是得过梅花奖的 是啊 他是得过梅花奖的 梅花奖得主啊 跟我们想象的 我就是凭着这个妖娆 得的梅花奖 真的吗 每天都有人 每天都有人到后台来打赌 问这个演员到底是男人还是个女人 金山老师 您认识李奇老师大概是什么年代 年代是90年代初 嗯 初 91年 90年代初 那个时候李奇老师在全国知名了吗 还不知名 不知 你那个时候还不知名吗 我怎么觉得你得梅花奖了 但是不知名 年轻的李奇 曾经是陕西人民艺术剧院的一名演员 曾经还获得了全国戏剧梅花奖 不过在他心里 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希望演艺事业有更好的发展 于是他单枪匹马 成为了一名北漂演员 那您那时候认识他的时候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给大家形容一下 状态 那就是从他的那个苗头的身材 变成了一个健硕的身材 嗯 一身的肌肉 What 一看就是浑身的劲儿 哦 他还有过一身肌肉的时候 哎呦 他骑马呀 那个时候啊 他骑的骑得漂亮 马上还有大刀动作 他聪明 太聪明 正当的厉害 哦 我想起来了 当年他是靠骑马 卖衣还赚过钱的 对 我来这很长时间 额 头两年嘛 我闯北京当流浪艺人 头两年就是以 马术 马术为生 他就是这种人嘛 就觉得这北京才是这个 政治文化中心嘛 来了以后就受苦了吧 就知道了 小伙众 是小伙众 本来是什么 是小伙众 是小伙众